MG5天蝎座跟普通版本的MG5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MG5天蝎座所独有的绿色 这样一个绿色跟普通那个MG6XPOWER上的那个深绿色又有点不一样 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看到这样一个绿色的MG5天蝎座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多看一眼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前脸的设计 我们发现天蝎座版本车型完完全全跟普通版本的MG5完完全不一样 首先这样一个熏黑的中网造型更加夸张了 所以整台车看起来是更加松 这些熏黑的设计都做得很到位 而且雷达和摄像头都很好的隐藏在这里 一般来说MG5的logo是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变成一个很大块的 然后MG5天蝎座是把logo放在了发动机盖往下一点点位置 然后做了两条的延伸线在发动机盖上 这样一个设计跟宝马的M3和M4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头灯的位置 MG5的大灯是一个整体型的设计 然后MG5天蝎座是用了一个分体式的设计 上面这里是一个日间行车灯 然后这里还做了一些蜂窝状的设计 然后下面才是真正的大灯的模块 如果这里还是通的话就更加完美了 我们再往后面拉一点点会发现这里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S系 所以整台车整个前脸一个S造型就做出了一个往前冲的状态 反正在车头或车侧看到这一块 你会发现整台车就做得相当的动荡 好 再来看一下轮圈 既然包围做了一个虚晦的设计 轮圈既然少不了的 卡钳也给你喷成了红色 一般来说有些会做一个卡钳罩 但这个做了一般龙色 轮胎尺寸呢 依然是保留了MG5顶配车型的尺寸 也是21550R17的尺寸 好 往下来看 后四金盖也是采用了一个黑色的 因为配合整个整体的主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MG5天蝎座整体的车身尺寸 其实跟普通版本MG5是没有太大区别 普通版本MG5是一个长4米7不到 宽1米85左右的水平 轴距2米68 2米7还不大 还好我们发现 MG5上的一个6倍 在MG5天蝎座上保留了 而且发现这条四条 这样一根四条 普通版本MG5是银色的 这条也是采用了熏黑的设计 再来看一下车尾 点睛之笔的 一个尾翼来了 再来给些镜头看看这些尾翼 它是上下两层的一个设计 分段式的 所以做得相当到位 而且这个尾翼也经过了一些风动的设计 不会说只是一个专模作样 很多买车喜欢突出运动感的朋友 买回来新车都是第一个时间 去安装一个第三方的尾翼 但这个你可以在交警叔叔面前直接算药 或者说连审的时候就不用把它拆下来 这个是方便很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尾灯尾灯整体的造型跟普通版本的MG5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点亮之后里面的内构就亮起来那部分是完全不一样而已 好来过来看一下 你看真排气 真四出排气 而且这台发动机会调到181匹 他们官方说的是百公里加速是6.9秒 这个得等到我们对于这台车做真正的测试 才能够告诉大家真正的成价 再来看一下底盘 底盘后悬架还是没有变化 依然是一个可变洁面的扭力梁 如果你想要一个独立悬挂的话呢 我建议你还是去买一台MG6更好一点 不过这样一个设定 对于这台本来车型不大的车来说已经足够了 好我们再去类似看一下吧 进入到MG5天蝎座类似我们发现整一个设计都完完全全不一样 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尺寸不大的方向盘 上下都做了一个切屏的设计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Super Sport的按钮 这里一个功能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用来做什么呢 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双12.3英寸的双连屏 这里一表这里是中控屏 里面是用上了现在车规级里面最好的8155芯片 而且这台车类似上有个好处 就我手摸到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软质的包裹 所以坐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 看到没有 这里会在那边看一下 这里会有个YAMAHA的音响 这应该是一个顶配车型才会配备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储物空间 这里会有一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然后手套箱 深度不是特别大 刚好是一台手机 刚好是一台手机的一个高度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块储物空间 挡把 这刀锋式的挡把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炫酷的 而且整个阻尼做得相当棒 关键是这张座椅够帅气 而且整体的包裹感是做得相当棒 不过要吐槽一个小的缺点就是 它整体的坐姿 没有做到像引爆 UniV那么低矮 整体的坐姿 还是相对来说是偏高那么一点点 做一台运动车 我觉得让驾驶者坐得低矮一点点 更好的去感受整体的一个运动感 好我们再去后排看看 前面就是我坐的坐姿1米7左右 然后后排是这样一个乘坐空间 对于一台2米7轴距不到的车型来说 整体的空间还是相当要有满意的 而且前后座都给你配上了一个 黄色很骚包的安全带 我觉得这点还是需要点赞的 不过中间这里就相对吐槽一点 这里会有个相对高的坎子 中间的乘客舒适性还是有点弱 而且都顶配的车型了 还不给你配个手枕 这里就有点不应该了 感谢观看